最近大家都应该发现了吧 有很多很多的量子这个平台 我认为那要么是诈骗 要么是传销 我不听哪一家 什么量子 大家想一想 身边人肯定有 量子这个事 早在三年前 我们有一个企业家培训 在一个企业家培训大会上 我参加了 然后我们这个企业家学院当中的话 就有人说那个红帮主 你得了解量子 我就笑了笑 我们卖医药保健品的 早在十年前就玩这个量子 玩这个纳米技术 连这个鞋垫的都是纳米的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量子 你这个平台 你怎么这个运作呀 你先投一个五万八 然后呢 我们通过众筹投资的方式 然后到时的话 一年之后 给你多少多少收理财金额 你再推荐一个人 给你多少多少钱 我就明白了 半夜三更的 到我这个宾馆里跟我聊 说你要成为我们这个讲师 你要讲量子 讲这个量子的商业模式 我还能给你股份 我就纳闷了 我宁可卖保健品 虚假宣传了 这个危害性还很小 我找你这个干嘛呢 是不是 这是三年节 到今天 大家已经知道了 某个量子 某个量子这个平台 人老大已经抓去 这个很简单的 是不是 你不管什么样的高科技 第一件事情 你得有这个权威机构 这个新闻出现 那不是你说的 你企业做高科技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 这个癌症产品 这个被你这个企业 所研发出来了 是一个全球最好的 癌症治疗的产品 那肯定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 那就上来了 不是你企业说的 你说你整这个量子 这么牛 对不对 你还差钱吗 这是一个反思维吧 对不对 还有 你既然这么牛 你还需要我们 这些不牛的人 传播吗 对不对 你既然不差钱 你还要我们钱 干嘛呀 那你这个量子 既然这么牛 你的产品是什么 你产品都没有 是不是 那你卖什么呢 你卖金融 那卖金融 咱不卖量子 对不对 咱就说它是一个土 它是一个石头 五万八 你转给别人了 你能挣两万八 也行啊 对不对 那不就是传销 那不就是诈骗吗 曾经有一个策划人说了吗 说我在石头上 捡了一块很大的一个石头 我在互联网上要价 九万八 谁把我这个石头卖了 我给他五万块钱 结果这个石头还真就卖了 这是个笑话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还真是一个事实 所以大家好好想一想 量子也好 纳米也好 航天技术也好 啊 这个智能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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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机公正啊 金融成组啊 啊 这个基因这个这个这个太多了 对不对 不要被这些新的概念 新的这个理论所迷惑 啊 作为我们这个普通人民啊 普通大众 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站在消费领域 什么是消费领域呢 你这个东西成本多少钱 卖多少钱 我挣多少钱 其他的我不想了解 我就想卖这个东西 你让我拉谁拉谁拉谁 我不研究这个事 是不是这就是踏实了吗 啊 全段时间又出现了 叫做什么呢 叫做普银币 卖茶的不好好卖茶了 找一个虚拟货币 加了一个区块链 结果呢 三千多人被骗了 定性为穿销 这种事件太多了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量子 量子 整不好 就给你量刀子 我是孙文贺 每天一点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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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